人民币贬值人形易刚指示受美元走强影响。 仅期人民币连番贬值,市场注视政策有否变化。 人民银行行长易刚指出这是美元走强与外部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。 人民银行密切关注近期汇率波动。 易刚接受中国证券报访问时指出,近期外汇市场波动,人行政密切关注,认为这情况主要是受到美元走强和外部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,有些顺周期行为。 他认为,当前中国经济基本因素良好,金融风险总体可控,转型升级加快推出,经济进入高制速发展阶段,国际收支稳定,跨境资本流动大致平衡。 强调参考一篮子货币制度行之有效。 至于汇率方面,易刚重申中国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,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且由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,并指出经过多年实践证明,这套制度行之有效,必须坚持。 易刚表示,人形将会继续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,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,运用以有经验和充足的政策工具,发挥宏观审慎政策的调节作用,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力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。 3.